告别小朋友们早上中午晚上好呀 我是周杰A 本期视频呢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几款小零食 这都是我用肥肉积累的宝贵经验呀 如此的作数 实在是太痛了 特别说明啊 本期视频呢没有任何恰饭 请大家放心使用 OK这期呢就先搞这么多 一共是五款 也可以说是六款 东西不多哈 咱们宁可少选呢 也不要拿来凑数 然后呢这些的价格呢 都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我们就再多整理挑选一些 多做几期视频啊 OK希望大家来个点赞 支持一下呀 感谢大家啦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款 老板仔海苔卷 总共是三盒 一盒九根 售价44.9 这款呢应该有不少小伙伴都吃过吧 香香脆脆的 可带劲 三分钟呢我就能干完一盒 一盒呢也就27克 一根呢也就三克 没啥饱腹改呀 一盒呢也没多少热量 这款海苔卷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原味的 其他口味呢 确实是差点意思呀 我觉得 好的给大家炫一个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见 非常的酥脆 非常的脆 它主要呢就是一个咸甜口的 吃起来呢就特别的有味啊 就这个声音啊 它就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让你产生一种 哇特别好吃的感觉啊 就跟那些薯片一样 它们的那个嚼的那种口感声音呢 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然后就是吃这个东西吧 就跟嗑瓜子一样 它嚼碎之后 那个碎片 它会刮伤你的这个口腔 因为它比较脆嘛 反正再好吃也要适可而止呀 不愧还有小伙伴不知道 这个海苔啊 都是用紫菜做的吧 它有一种独特的鲜味 大海的味道 我知道 就是味太重了 吃多了会感觉非常的血呀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款 脆生生的香脆薯条蜂蜜黄油味的 25小包售价35.8 这玩意呢 应该算是我近期吃过 最好吃的零食之一了 像我一般平时吃的 都是那种超市里面 卖的中包大包的 不过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还是这种小包的 它的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大包的卖的 反而还贵了 如果按客速算的话 包包小一点也好嘛 我们要学会控制住继续 这款也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蜂蜜黄油味的是比较好吃的 浅尝一下 它不是那种薯片那种脆 它是那种干脆干脆的 粉粉沙沙的 其实它这个切的吧 也不是很规整啊 零零散散的 不过这也不重要 我平时都是这样 直接倒着吃 还省得插手啊 我觉得这款它好吃的地方 不光是前面那个口感 还有一点的就是它这个味道 土豆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还带有一些黄油的奶香味 缺点就是吃多了容易胖 当然了这不是它的缺点 而是我们的缺点 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那些底力前行的人 让我们居然要考虑减肥的事情了 下一款 离谱盘面包干 还有这个剃普的面包干 之所以把它们俩放在一起 是因为它们俩真的很像啊 不管是这个包装啊 还是口感味道啥的 它们大体上都是差不太多的 而且它俩的产地嘛 还都是越南的 一不小心就容易买错呀 我都差点翻车 这款它可以说是前辈了 它比这个离谱啊 早产了很多 我们就先来尝尝它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剃普 它比较正宗 其实我觉得差不太多 来 浅藏一下 它的外面是一层奶油 那叫一个非常的酥脆呀 里面它不光有那个奶香味很容易 它也有那个鸡蛋的香味 一口下去呢 很是香浓啊 再来尝尝这个离谱 混在一起 啥啥分不清楚 这包装该说是借鉴的 还是超型的 里面呢 长的也是差不太多 上面都是裹了一层那个奶油 这个离谱呢 它会更加的干一些 更干脆 要是普通人吃的话 买错了也不知道 因为根本就没啥区别啊 而且虽然很香甜吧 但是它吃多了也不会太腻 我觉得它甜度呢还是比较合适 不会那么厚甜 反正是一款很不错的小零食呀 买哪个都没区别 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就好了 离谱的我推荐原味的 然后这个替谱的我推荐奶香味的 这两个它是一个味的 好的下一个 纳保地利芝士奶酪味微化饼干 一共三盒24块钱 这款微化饼干 咋说呢 有人觉得它厚甜 有人觉得它很咸 还有人觉得它又甜又咸 就是重口难挑啊 大家的这个爱好啊 口味啊都不太一样 反正我觉得吧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不能多吃 多吃了它就非常的腻啊 偶尔吃一吃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艳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这个夹心就很良心 夹心成的很厚 我平时咸的无聊了 就喜欢这样剥的吃 一层一层的吃 这些大可不必 除非你非常无聊 这款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芝士味非常的浓郁 整体它的口味呢 都比较重 又比较咸 又比较甜 但是我就爱这口 其实相较于甜味 我觉得它这个咸味 确实是有点太重了 好吃不贵 确实不错 吃下去 就是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但是它的热量 确实也是很高 这种小零食啊 都是热量爆棚啊 少吃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款 这个什么不知道炸毒的 奶盐味的苏打饼干 一包是15块2 我是经常在某冬 用它来凑干的 浅尝一下 里面呢也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包装很简约啊 啥这儿也没有 不少人觉得它这款苏打饼干太油了 很多人不喜欢这么油的 确实用手一摸呀 全是油 可是我就好这一口啊 就跟我们炒菜一样 不放油它能香吗 但是它吃起来就是很香很酥脆啊 这个基本上接近那种原味的苏打饼干了 味道很清淡 早上可以配个牛奶啊喝喝 像早餐确实也是挺不错的 反正饿的时候呢吃上一包还是蛮解饿的 我就经常半夜吃这种东西 我感觉今天光吃零食都给我吃饱了 本来很想点个外卖的 空吃空吃一包美了 我喜欢用梅牙啃这种东西 就跟那个兔子吃胡萝卜一样 下一款 我没下一款了 OK就是这样的五款零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呢还真是头一次录这种重草项的视频啊 平常我都是八草项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系列再做下去啊 希望这些视频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总之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参考价值 他也算是有用 那这视频呢他就没白做 最后呢我还是想说呀 像这种小零食啊 少吃一禽 大吃上身 热量真的是很高啊 特别是这种甜的 哇这个热量 热量爆炸 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的先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